这台WiFi7路由器的测速结果显示的是 不负众望的跑满了我家的千兆宽带 大家好 我是小新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好久没有给小伙伴们开箱无线路由器了 今天开箱的就是打载了最新WiFi7无线技术的 也是华为首款WiFi7家用无线路由器 RTBE88U 说到WiFi7或者说是820.11BE是最新一代的WiFi标准 相比于我们熟知的WiFi6 WiFi7在数据传输速度 网络覆盖范围以及连接的稳定性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华硕最新发布的这款WiFi7路由器到底升级了哪些核心技术呢 我先结合着开箱给小伙伴们做详细的介绍 拆开包装盒我们首先看到的是RTBE88U路由器的本体 这个路由器目前是没有装天线的 这4根天线就是在这个盒子的下面摆了整整齐齐的 非常的具有仪式感 OK 我已经把这4根天线装到路由器本体上了 因为是家用型的路由器 外观显然是没有华硕去年底推出的WiFi7电竞路由器 RAG8爪与第7代那么张扬 黑金配色搭载这4根可拆式的高增益天线更显得低调奢华 这次RT88U在网口的配置上和数量上真的是给足了用户 一共配备了10个有线网口分别是2个万兆网口 其中一个是BASE-T电口 另一个是SFP加光纤接口 4个2.5G网口和4个1G网口 这些网口支持高达34Gbps超高速聚合 路由器的接口数量多网速快 不仅让用户享受到了万兆宽带 还可以享受与NAS之间的高速传输 连买交换机的钱都会省了 包装盒里其他的有一个45瓦的一个电源适配器 加上一个电源插头 一根6类的网线 一本快速的使用指南和一张保修卡 下面我跟小伙伴说说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款RTB88U路由器 首先这款路由器是华硕第一款家用型的WiFi7路由器 采用先进的4096QAM调制技术 无线连接速度最高可达到7200Mbps 相比上一代RT AX88UWiFi6路由器快了1.2倍 其次RTB88U支持同时连接2.4GHz和5GHz 两个频段的宽带聚合技术 再加上Multi-RU技术以及PunkTuning技术 能充分利用闲置信道降低延迟更抗干扰 最终保证了家用网络的超高速度和极价的覆盖范围 OK下面我就用电脑浏览器进入RTB88U路由器的后台 开机后把光猫的网线插入路由器的WAN口 然后用笔记本连接ASUS-10这个无线网络 在浏览器中输入ASUSrouter.com 点击创建新的网络 首先是设置RTB88U的无线网络和无线加密的密码 点击下一步 然后是设置次款路由器的登录名称和登录密码 设置完成后再点击下一步 隐私声明勾选已满14岁 然后点击同意 路由器会提示更新最新的固件 点击立即更新 更新固件需要一定的时间 耐心等待就好 更新固件后找到刚才设置的WiFi名称 然后输入密码 连接成功就可以上网了 此外华硕路由器的手机APP 我也必须按理给小伙伴们 在APP里面添加目前使用的RTB88U这款路由器 我们就可以在游戏 影音串流 会议办公 网课等模式中快速的切换你当前想优先处理的网络模式 在网络设置选项中 可以快速的开闭WiFi7模式 MIL模式 还可以单独的开闭2.4G模式或者5G模式 通过APP可以快速的设置 AI Protection Pro的各种选项 确保了用户数据和隐私安全 当然我使用APP 频率最多的是用它来更新路由器的固件 因为这是一台WiFi7路由器 相比于我目前使用的这台 也是华硕的WiFi6路由器AX82U 它在配置上可以说是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那么小伙伴最关心的还是在实际的使用空中 其无线网速和网络覆盖能力 会不会都碾压我这台AX82U呢 OK 我们马上来揭晓 首先是网速的对比测试 我现在手机的WiFi连接是这台AX82U的无线网络 我把手机拿到AX82U的旁边 然后就用华硕路由器APP自带的测速功能进行测速 因为手机离路由器非常的近 理论上会跑满我家的千兆宽带 然后我们点击执行 OK 已经开始测速了 现在正在跑 750 760 770 大家看AX82U的网速最高只能跑到770 是1.08Mbps 并没有跑满我家的千兆宽带 OK 我现在已经把手机的WiFi切换到了 BE88U的无线网络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测速 我们点击执行 938 942 这台WiFi7路由器的测速结果显示的是 943.07Mbps 不负众望的跑满了我家的千兆宽带 看来BE88U顺利的通过了第一轮的网速测试环节 下面我来到了我家的主卧卫生间 因为相对于我家路由器摆放的位置 主卧卫生间应该是我家WiFi信号最不好的地方了 因此对网络覆盖能力的测试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我手机WiFi现在连接的是AX82U的五线网络 这时给小伙伴看看 我的手机当前的WiFi信号已经不是满格了 大家看 然后我再用华硕路由器的APP进行测速 OK测试结束了 显示的下载速度是678Mbps 上场的速度是34Mbps 现在我把手机的WiFi又切换到了BE88U的无线网络 这时手机的信号已经是满格了 网络覆盖能力表现上已经是超过了AX82U 我们再进行测速 OK测试结束了 大家看显示的下载速度是940Mbps 上传速度是34.54Mbps 几乎跟我在客厅测试的是一模一样的网速 不出所料 BE88U顺利的通过了第二轮的网络覆盖能力的测试环节 经过一周的深入使用 RTBE88U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 无论是家庭办公 在线学习 还是娱乐时光 RTBE88U都能提供稳定而迅速的网络连接 让每一次上网体验都流畅无比 这得益于先进的WiFi器技术和强大的硬件配置 确保了每一个设备都能获得足够的带宽 总之 华硕RTBE88U是一款非常值得推荐的高性能WiFi器路由器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能够支撑未来网络家庭需求的路由器 RTBE88U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 OK 以上就是华硕RTBE88U路由器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你更好的了解这款最新的WiFi器路由器 感谢观看 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 我是小青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